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刚上线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说是让小强滚蛋不要浪费私教的位置 一开始我也很懵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市长邀进来的 而邀进来的条件就让小强和粉丝们滚蛋 这也太过分了吧 你在营地这么久了 没有功劳又苦劳啊 本来小强是不打算理会他的 没想象这人直接在营地频道逼逼赖赖 疯狂嘲讽我们的粉丝真是越看越想 市长抢我走就直说啊 没必要这么恶心人 整个区域又不是只有这个营地 你不喜欢咱们可以提出来 咱们和平解决就好了 小强又不是那种耐死不走的人 个人觉得我还是很讲道理的 说实话我现在非常生气 这人羞辱小强我就忍了 让他就要骂粉丝 他有什么资格这样做 都不知道他哪来的优越感 此处不留言既有留言处 这营地小强就不呆了 我也觉得没必要这样做太安心了 小强倒没什么 只是觉得有点对不住粉丝 但他们遭受无望之战了 算了过去就过去了 咱们还是找个营地重新开始吧 小强不打算找那些大营地 咱们随便生几个小营地 加住就可以了 OK搞定了 咱们快点去帮家吧 小强整理完物质 看到油箱居然有仿旁保证金 虽然只有一半 但也很不错了 这机制还挺好的 不算太亏 现在小强心里还是有点愚梦的 那咱们来拆拆家吧 离岛这里都是15庄16庄的大佬 这下得小心了 刚拆开门就看到一条狗 看来里面有人啊 居然跳出来钢枪 看来只是个高手 感觉装备挺用水的 咱们直接进去瞒她 这人走也很羞 跟个女医就一样 看来你想抓住她 得费一番功夫了 确实挺会跑的 咱们追上去灭了她 居然还等了一下想 这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她这么喜欢玩心跳 应该是个跑酷爱好者吧 有什么用 却还不是流血倒下了 小强看了一下 她的信息原来是目光盈利的 这可是愁眼呀 你可以好好地出口气了 那咱们就刷刷她的脚 好好地虐一虐她 感觉她好像挺可怜的 算了 咱们还是直接把她送走吧 本来小强还想出去披一下的 没想要再巧口就遇到人了 机缘还是这么快 现在只有一个人 完全可以和她拼一拨 你就别拼了 他们队友来了 这营地的人实际都很强 咱们稍微反看一下就可以了 要是和他们好歇去的话 小强铁定凉凉 咱们换个气休息一下吧 哎呦我的妈呀 没卡成功就就尴尬了 快点溜 现在绝对不是犹豫的时候 果然有一道队的人 在离岛手着 还要小强反馈 就比你们还想抓小强 怕是想多了吧 今天就要想想好爱的溜一溜他们 我去和他们拼了一个多小时还在追 不搞了小强都有点想放弃了 本来还准备脱甲离开的 没想要被他们给拔了 掉了不少耐久度 这波有点亏呀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在这里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